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新闻速递 我是曾珍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的药文方面 在利比利亚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妇产科医生萨克拉 仍在美国治疗 他的妻子和儿子日前去探望他 他们透过视像系统对话25分钟 他的妻子透露萨克拉身体非常虚弱 不过较刚入院时已经有所好转 已经开始进食 院方表示考虑使用仍在试验中的药物 或康复者的血清医治萨克拉 塞拉利昂政府早前宣布 本月19至21日连续三天实施全国禁闭措施 禁止民众外出 防范疫情扩散 当局会派遣医护人员逐家逐户视察 找出怀疑患者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本周三发表演说 公布打击伊斯兰国的策略 奥巴马接受全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访问时透露 美国将削弱伊斯兰国的实力 夺回他们占领的土地 并最终打败他们 奥巴马说 这次对付伊斯兰国与伊拉克战争不同 美国不会派出地面部队 而是类似过去7至5至7年的反恐行动 美军星期日扩大军事行动 首次在伊拉克西部发动空袭 轰炸哈迪萨水被附近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保护伊拉克政府军 哈迪萨水坝是伊拉克第二大水坝 位于首都巴格达西北200公里的 又发拉底河上 一旦哈迪萨大被落入武装分子手中 将会对巴格达在内的大片地区 造成用电和安全威胁 台湾劣质油事件继续扩大 涉及超过1200间批发商和食品店 包括当地八方云集 咖喱水饺及锅贴全数下架销毁 其他店铺怀疑有问题产品包括炒米粉 芝麻肉饼香菇肉燥油煲及太阳饼等食物 生产商强贯公司除了有项235间批发商供应之外 涉及的食绿和食品加工厂增至971间 总数增至超过1200间 生产荷江香猪油的公盐整合营销公司 对没有做好把关道歉 表示荷江也是受害者 行政院长江仪华警告 黑心猪油制成的食品明日起要全部下架 香港美心集团在报章刊登全版广告 就集团生产的菠萝包 使用来自台湾的问题油制欠 由今日起停用库存的另外两款台湾进口猪油 并全面检视对供货商的监督和管理 集团表示自上个星期五 已停用台湾强贯公司生产的全桶香猪油 及回收所有菠萝包 并转用荷兰入口猪油 另外集团旗下美心品牌及东海棠月饼均不用猪油 香港和内地的食律餐厅分店 也没有使用强贯生产的猪油 集团在广告中又表示 由2011年至本月1日 向都会食品购入共约34吨强贯猪油 又已制作每日约9000个菠萝包 受影响产品大部分供应至全线美心西饼及711便利店 维港渡海游下个月12日举行 逾3000人争2000个参赛名额 香港业余游泳会特地选择于涨潮日子举行比赛 令大量新鲜海水涌入鲤鱼门 把污染物冲往西环方向 使水质保持清澈 主办单位在赛事前一个星期将检验海水的大肠杆菌含量 为免风高浪急造成危险 非竞赛性质共一般市民参加的悠悠组赛事 近1500人渡海时需全程在腰部挂上安全服务 否则会被取消资格 赛事起点为鲤鱼门三家村公众码头 终点为贼鱼冲公园公众码头 全长约1500米 分竞赛及优优两组 约1812名是首次参加 无相关游泳记录的新手需先参加水市 860名竞赛组报名者中5个年龄组别 各只有成绩最快的100名勇手 可以获得参赛资格 2300多名悠悠组报名者中需 于45分钟内游玩1500米 才可以参加抽签竞争1500个参赛名额 入位名单将于9月26日公布 好了 关注完要闻来看一下财经资讯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早上的港股开盘情况 内地A股近日休市 美股上周五走强 提振港股回升 横指高开52.94点 涨幅为0.21% 报25293.09点 国企指数高开46.09点 报11414.43点 恒生分类指数全部高开 从盘面上看 蓝筹股涨多跌少 受三井拟增持消息刺激 东亚银行高开1.95% 为表现最佳蓝筹 澳门博彩股延续 触底发弹 金沙中国高开1.24% 银河娱乐涨0.26% 中资保险股承接声势 中国人寿涨0.85% 中国平安涨0.53% 中资石油化货捧 中国石油高开0.87% 中石化涨0.49% 中海油涨0.26% 调查显示 美国更多一级交易商预计 联储局将在明年第二季首次加息 路透社访问了17家一级市场交易商 有9家认为 美国会在明年第二季首次加息 在8月初的调查中 19家交易商有6家认为 在明年第二季首次加息 美国上周五公布 8月份非农业职位增加14.2万份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超过22万份 不过多数交易商认为 只是个别月份的情况 总体上美国经济仍然稳健 联储局将加快加息步伐 香港金管局公布本港于今年8月底的官方外储备资产为3313亿美元 略高于7月底的3250亿美元 为数3313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产总额 相当于香港流通货币的7倍多 获港元货币供应M3约49% 8月底并无交外收外汇合约 而7月底为9亿美元 瑞士央行公布该国 8月外汇储备升至 4538亿瑞兰 7月份为4534亿瑞兰 瑞士8月扣除黄金的总储备 从7月的4600亿瑞兰升至8月的4604亿瑞兰 该国至8月底的外汇储备增至1.278万亿美元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称 按照中国国资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 近日国资委第一至第六巡视组分别进驻恒天集团 华侨城集团、中国能建、农发集团、中交集团 和中国航财等六户中央企业开展新一轮巡视 各巡视组在进驻企业当天召开了巡视工作运动会 巡视组组长和巡视办有关负责同志 就如何开展好巡视工作提出要求 被巡视企业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动员讲话 负责组的巡视组的主要任务是着力发现 以谋私、权益以及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 为配偶、子女和特定关系人经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 搞特权等违反连接从业规定的问题 阿里巴巴集团首次披露招股定价区域为60-66美元 按上限计算 自2012年9月入股阿力以来 中投公司的投资已经增值400%至约50亿美元 据阿里巴巴集团招股书显示 中投公司共计持有6645.16万股阿里巴巴集团普通股 约占阿里巴巴集团总数的2.7% 在阿里巴巴IPO时 中投将出售其中1428.57万股 约占阿里巴巴集团总数的0.6% 以阿里巴巴集团的招股定价上限66美元来计算 中投公司将从中套现近10亿美元 此次出售之后 中投公司仍将持有阿里巴巴集团5216.59万股 约占阿里巴巴集团总数的2.1% 好了 关注完以上的要闻和资讯 来看一下香港天气 现在香港的平均气温是在30度 40度左右 大致多云 有几阵狂风骤云 局部地区有雷暴 谢谢观看新闻速递 我们下午再见 谢谢观看新闻 谢谢观看新闻